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李嘉誠基金會今天宣佈 成功在全球首購口罩和防護物資 第一批物資已經抵達香港 今天開始會向13個社福機構和6間長者院舍 派發總共25萬個口罩 另外基金會也提到 全球的高防護衣用物資供應都非常緊張 基金會不斷透過努力 在各地採購和物色合乎標準的相關物資 希望為香港緊守崗位的醫護前線送上支援 今個星期起 從加拿大一間大學助購的高規格防護衣 以及阿聯酋贈送的N95醫療口罩 將會陸續運抵香港 並且會按醫管局的統籌 向醫護前線送上 有記者問 為何會從加拿大和阿聯酋 採購這些物資 李嘉誠基金會的發言人就回答 按照李嘉誠先生的觸托 透過全球友好網絡 得到不同國家的使節 大學醫學院 醫院 以及長和集團各地的同事的幫忙 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查詢和即時採購 首先要讚賞一下李嘉誠先生 這些完全是發財立品的表現 一個商人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人物 去採購這些口罩和醫療物資 而目的並非為了轉售圖利或買版 而是純粹為了香港人的健康著想 將香港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中間沒有腦游泳 而且他動用到自己的友好網絡 包括不同國家的使節 這件事真是非常了不起 要以李嘉誠先生這種級數 才是有資格按照這些人情卡 只不過他按照這些人情卡 並不是為了他的個人利益 或者他的企業利益著想 而是純粹為了確保香港人的口罩和醫療物資的供應 是穩定的 這件事就值得市民的尊敬 其實本來這些行為就不應該由民間來做 就應該要由特區政府來做 不要說什麼外交不是特區政府的自治範圍以內的事 對不起 林鄭曾經就著這個逃犯條例 即是說外國使節對於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有憂慮 你都約見過別人了 就約別人去解釋 那當然別人是傻了 外國使節就不是白癡 目前到了這個境地 特區政府經常說採購困難 你到底有沒有向這些外國使節求助 不只是致涵中國的國務院 大陸也有這麼龐大的口罩需求 你懂得找大陸 為什麼你不懂得找國際的援助 還是不敢找 還是怎樣 還是不需要 真的是完全不理解 而且誠哥 他就說要有25萬的口罩 就派給那些 安勞院社 或者是那些弱勢社群 這完全是將物資 能夠成功交到一些 有需要的人手上 這樣針對息援助才到位 而不是好像你特區政府那樣 那些資源是錯配的 那些最美的防護衣 配給那些警察 那些衛生署的職員 消防署的救護員 就用cheap cheap保護衣 你穿得像楊利偉的太空衣 這些就是資源錯配 而且就規了那些警察 還在facebook那裡 大言不慚 還在玩了一些語言藝術 他們就出了一張圖 大概意思就是 你不要只看那些 配給口罩的絕對數量 你還看那些人均可以分發的口罩數量 但是你這班警察 你號稱都是法治的守護者 你也是負責執法 你需要配給那麼多口罩 至於衛生署的職員 就算人均配給的口罩比你警察高 都是屬於正常 市民也會接受這一種安排 因為人家真的站在醫療系統的前線當中進行救治工作 你這班警察 最多是站到武雷工那麼遠 然後口裡來蛇嘯一餐 你會夠膽站最前嗎 對著那些沒有肺病人的確診者 你是不敢的嘛 你買那麼多東西 你其實配給那麼多東西都是白費心機 因為你不懂得用 我已經說過了 說你的步驟錯了 而且誠哥就把口罩 直接送到那些基層手上 那些人正正就是急需口罩的人士 就不像特區政府那樣口惠而實不治 特區政府這個林鄭月娥 只懂得走出來 就說政府已經買了多少隻口罩 什麼時候就送到了 你們不需要再公佈自己的採購數字是多少 因為你買回來也不是給市民 李嘉誠基金會就比你多多聲 買回來馬上就 安排送到那些基層手上 這些才是做事 這些才是實事求事 而不是一味就說 買買完之後 囤積在政府物流服務署的倉庫裡有鬼用 這樣子 另外那些醫護人員遇到困難的話 其實都應該向誠哥求助 包括你醫管局都應該要 既然你說到自己的採購方面 那麼有阻礙的時候 我就絕對相信 如果你們肯找誠哥幫忙 他肯會幫你們一把 因為他也是愛港之人 另外就不單是 李嘉誠基金會是買到口罩的 黃之鋒也在中美洲國家紅刀拉斯 成功採購到120萬個口罩 實情那麼多的民間力量 都在展現他們自己的威力的時候 就已經是曲線反映得出 特區政府的無能之處 你又坐擁那麼多億的財政儲備 那麼多億的外匯儲備 而且 你們掌握了香港的公權力 竟然說採購口罩有困難 要求市民提供採購口罩的途徑給你們 你們是不是在做夢 究竟你們是甚麼人 甚麼官 請問 而且先頭打壓黃之鋒 現在錯誤錯著 蔡翁失馬就胭脂非腹 人家在國際線上遊走 買口罩買到紅刀拉斯 你也要服他 特區政府 而且黃之鋒亦表明 所採購得的120萬個口罩 將會分發給無黨籍和素人的區議員 代為分派 這個做法當然是非常好 以往那些保皇黨的政棍 只懂得搞蛇宴 搞齋宴 現在搞新意思 就是派口罩 我覺得這個行為絕對是可取的 好過那些保皇黨 一味懂得搞那些蛇宴齋宴 派月餅 現在都不流行出去吃東西 每個人都回家煮 所以派口罩 我覺得 市民都會感受得到你們那份心意 另外想說一下關於鑽石公主號的情況 這艘船其實已經變成了一艘流動瘟疫船 好了 今天來說 再多99人確診 而當中有70人 是無症狀的確診者 即是說他已經帶著武肺在身 他是有傳染性的 不過他就是沒有症狀 是完全輕微的症狀 都沒有是零症狀 無症狀 這件事就是非常之 令到市民會疑惑 本來就說咳嗽或者怎樣才會 檢查武肺 而沒有症狀的話 其實都很難是檢測得到 或者你根本上那些醫生都不會安排你去檢測 其實是 另外美國說包機接送的滯留在鑽石公主號的 即是美國僑胞就回到美國本土 最新的消息就說 在這個包機上面 就是有14名的美國人確診了 所以為什麼呢 如果特區政府要安排那些 香港人在郵輪上的香港人回來 你就要非常之小心才行 不要說曾經在日本 檢測過說他是陰性 那就調以輕心了 那就覺得 沒事了 沒有幹了 回來又不需要強制檢疫等等 許樹昌教就說得非常清楚 因為這件事 在船上的感染途徑是不明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最好的辦法 就是先隔離了14天 到時再檢測過一至兩次沒事了 就放行出來 是不是 你們也要承擔這個後果 因為你們選擇了大連初一的時候 疫症爆裂含含聲的時候還要出發 最好笑是看到有一個乘客 就去 跟記者說 就說 根本上為什麼會在 這個大連初一上船呢 原來就說 因為相信特區政府的說法 說這個疫情不是太嚴重而已 你看 這些說法如果說得通的話就麻煩了 你既然相信政府的話 你就要承擔你相信政府的後果 我就只能這樣說了 目前 飛去美國那班包機當中就已經有14人確診了 如果回到來 讓你在市區自由走 或者讓你進行家居隔離的話 那你那些街坊就大劑 你其他同住而沒有去到這個郵輪的家人就大劑 不能夠這麼自私 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多14天 在這14天當中 誰是曾經相信政府的 那你自己攝高床板想清楚 以後還是不是需要相信政府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